本章主要分享的是塔木德宗的无中生有概念 这个东西有提到两个妇人 分别一个是理髮店的老板 另外一个是欧阿面签的老板娘 这个东西想跟各位分享什么东西 分享你的第一桶金到底需要多少时间 其实大多数的年轻人都没去想过这个问题 请问你如果没有第一桶金 你怎么有第二桶金 当然其实最好的方式的话 是有贵人支柱你第一桶金 那你这个想法实质上真的是很无聊 为什么 因为只要你已经有第一桶金了 那你干嘛去想如何产生第一桶金 而且你真的认为说 真的有那个贵人可以给你这么大桶金吗 单纯我们现在来讲 以现在的创业基准数就是400万 你真的觉得说你周遭任何一个人 可以提供你400万吗 所以现在重点在哪里 重点就是说你要怎么去创造一种无中生有 那这是我认识的两个妇人 一个是因为我喜欢吃阿米爪 那当然这遭遇的话也是很可怜 曾经因为我们这种老社区 常常我们当然知道说 其实每个人成长经历过程 有一个老夫人 他基本上早期的部分他是做手推车 那推了三年之后 他变固定摊贩 那固定了三年之后 他就把店面乘租起来 插在哪里 插在一个在顶阿咖 一个在房子里面 然后后来的部分的时候 因为他的手艺太好了 大家都很喜欢吃 他就开始开餐厅 那开餐厅的时候 他就开始开连锁餐厅 那突然到有一天 有一天发生什么事 发生了就是说 他的一本不成才的老公 把所有家当都赌光了 那怎么办 全部的房子 全部的产业都输给人家了 就其实在一夜之间 那你知道这副人怎么做 其实这副人一点感伤都没有 这才是伟大 当一个人从很多钱 变得一无所有的时候 还可以重新再来一遍 这就是我看到的实况 那我个人非常感动 感动在哪里 感动的一幕就是 当他在手推车推出来的时候 警察在很远的地方 就已经告诉他 你慢慢走 我要走十分钟 才会走到你那里 那他就赶快把推车推走 那反正每天你就看到警察来 然后他推走 那过一阵子警察又来 他又推走 就这样子 可是重点是他现在 他这一次只推了三个礼拜 推了三个礼拜之后的时候 他就变固定摊翻 也就是说原先 他三年可以做的事情 他变成三个礼拜 他就重新再来 所以我们可以预期到 其实他会很快的回到 成功的最原始观点 这是第一个 我们今天讲的 无中生有 那第二个我们讲到另外一个妇人 那因为我个人礼头发有一个习惯 那那个妇人本来是一个 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贵妇 不是贵着给人家礼头发那种贵妇 不是贵在地上那种贵妇 是那种很有钱的贵妇 他说他年轻的时候 当然他可能觉得自己风伐绝代 但是其实从他老的样子 我是看不出来啦 没有 大家这是开玩笑的 那在剪头发的时候 他说他以前开过那个 连锁的那个 因为离头发离得不错 那开始就做一些妇女的卷法 那慢慢就开了一些连锁的按摩店 然后到最后因为钱很多啊 钱多到处想办法 到处找机会 所以只要有朋友创业来低了的话 他就投资 他说他投资了十几个创业机会 那每个都供估 各位可以想想看 这机会很小 所以他开过工厂 开过商店街 对不对 那现在重点在哪里 重点的话是 他的瓶颈在于他第一桶金 他现在当他都可以倒账之后 开工厂没有赚到钱 开商店街 人家跑账 然后他一无所有的时候怎么办呢 他又回来里头发 可是各位想想看 他要再从里头发再回到按摩连锁 再开工厂 再开商店街 这需要多久的时间 所以后来他笑笑跟他讲说 他跟我讲说 人有时候吃穿就好了 现在他其实最在乎的是说 能够看到子女健康快乐 抱着孙这样就好了 那这两个差别在哪里 各位可以发现 其实差别就在于说 你怎么去累积你的第一桶金 那这是个什么样的想法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有的人甚至一生都没有这个机会 去累积第一桶金 也可以说很多人都是从来没有富有过 那更不要说我们佛家在讲的时候的时候 你富有之后你会有钱观 第一观叫钱观就是穷物观 再来的话你有钱之后的话 你是不是能够很洁身至爱 当你有钱又有名的时候 你是不是更能洁身至爱 各位懂这意思吗 所以很多人其实在第一观 就是贫穷观就过不了了 当然你贫穷观过了之后 你会有所谓的有钱 那有钱的时候再来就是劫狱 就是劫智 那有钱有名之后 再来就是一个道德观 那其实大多数人都没办法过第一观 没办法过第一观 就是无中生有的第一观 也就是说你第一桶金 浪费了你太多时间 更可怕的人是有些人从来没有第一桶金的概念 各位懂这意思吗 也就是说反正没钱就找工作 找工作就上班 上班就加班 加班就回家 就这样子 累得要死 然后到最后他也从来没有去想到怎么样去累积他的智慧 怎么去产生额外的其他收入 怎么去创造自己的另外一个创意 这个最可怕的地方 也就是从来没有第一桶金的概念 导致于大多数的白领阶级 穷到底 那穷到底的时候 万一遇到公子倒闭 或遇到身体不好 那就是一个家庭的悲哀的产生 所以本章的部分跟各位分享 是塔木德的无中生有 这是非常重要一个主题 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张明宇 我是玩笑力的共同作者 谢谢